河马总裁侯毅 在新消费时代 所有商品都值得重新做一遍 凤凰网科技讯 12月11日晚间消息 随着新消费量潮席卷而来 各个细分赛道围绕产品 品牌 营销 场景和技术各显神通 消费市场也正呈现出新变化 新中产力量崛起 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00后消费人群崭露头角 如何理解在这些背景下的消费新篇章 在2021年凤凰网科技峰会上 河马总裁侯毅参与了洞察消费 新中产新风口论坛 并发表了科技照亮新零售 引领消费新趋势主题演讲 分享了河马如何构建了一个基于线上线下零售科技平台 并分享了对当下新生代消费力量的观察 侯毅介绍道 在过去的五年中 河马已发展了规模的五大业台 包括基于线下实体门店的线上和线下一体化的零售业河马先生 提供商品的极致性价比的河马付费会员制的会员店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现代物流技术的河马林里 河马生鲜奥来电等 另外 他认为在新的消费时代 所有的商品都值得重新做一遍 中国新一代消费者对商品品质 服务 个性的追求越来越强烈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零售时代 随着河马的快速拓展 我们更多的需要让年轻人关注河马 让网红关注河马 所以河马今年创建了河马X加速器 希望开发河马的渠道资源和基础设施 包括物流设施和零售商 其他供应链共同打造新品研发 上市营销和销售平台 第二句话 2 2